因为他也问我说你接那么多工作你是真的赚很多是不是 我说也不能到很多但是至少就是有进账啊 然后他就说哦 我说那你要不要也出来工作一下去就赚赚钱啊 因为我说小孩当时请那个家教费什么你会吓 但S此结婚以来就一直隐居幕后 当起了全职妈妈 很少有时间出现在大众面前 而经过王小飞这么一闹 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他 也出面拍广告赚钱 毕竟还要鸟回家里的人 继续也虽说是韩国想当当的人物 但是如今人气不比当年 只能靠打滴机卫生 换活来到大S的身边 一直都是在白痴白住 光王小飞的前驻王小飞的房子 出现活动时一脸的幸福感 但是却没有看到所谓的紧紧收入 连大S里村后都一直在刷王小飞的卡 难怪最近也每次都穿得很费气 可是这样的他却能变花招 逗大S开心 以至于大S现在都没有 和这个光头叔叔离婚 连妹妹小S还好的时候 不忍不住地夸赞自己的姐夫 做菜带人样样极好 但是这样久而久之不出去工作 一直免费用妻子的钱 说出去也不好听 于是小S就喊话罪俊叶 不出来工作在家当软贩男骂 怎么养活我姐姐和这一家子人 怎料罪俊叶的反应大S都愣住 无愧是会花言巧语的人 三五两下就把大S捧得超级开心